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神所有的律法的背後都是恩典 都是祝福 因為上帝祂又不需要吃 也不需要喝 祂也不要看病 祂也沒有退休的問題 祂也不用存錢 祂也不需要 祂要這些錢做什麼呢 祂要這些地來做什麼呢 給麻煩的 天堂這麼漂亮 那你那塊地獻給我 我還要照顧它 很麻煩的勒 很麻煩的勒 所以其實所有一些都是跟 其實神都是在我們生命的裡面 那所有一些的處理 剛才講的每一個人 你有沒有發現 所有一些當你遵行神的話 都在處理我們這個人的心 是不是 那剛才蘇生說免得倒下去 是不是 對不對 他就是處理我們的心 是不是 我們還原我們跟 就是其實都在我們跟神的關係 因為神不要錢 神不要地 神不要 那所有神做的就是我們這個人 那紫瑩分享的感恩 那這個安婷講到他對神的不要抱怨 獻給神了就要獻給他 甘心獻給他 那其實感受到的領受的 都是我們這個人 所以神做的所有一切都在改變我們這個人 處理我們這個人 使我們這個人更能夠更美好 跟神的關係更美好 讓我們的心更加地純正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也學習 對 每一個事情臨到我們 每一個事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就要回到我們這個人的生命的裡面 那所有的東西就是 使我們透過這些遵行神的話 或我們所有的這些裡面 讓我們的生命越來越純淨 讓我們的態度越來越準確 好 那今天其實這一段的確講起來不太好讀 那是在以色列人特別的一段的時間 就是把土地獻給神 那關於土地的奉獻許願的裡面 那神有一些特別的規定 特別的規定 那第一就是都要成聖 十七節說 他若從喜年將地分別為聖 分別為聖 所以我們看到 當你獻給神的時候 的意思就是什麼 分別為聖 分別為聖 那獻給神的 那就是分別為聖的意思了 就是要把他分別為聖 因為獻給神的無論是什麼 都要成聖 包括我們這個人 當我們這個人獻給神 他就成為拿希爾人 拿希爾人就是歸神 他說要離俗 對不對 那所以要離俗 因為歸神 那就是要分別出來的 是單單地為著上帝 那牲畜啦 無論是獻給神的人呢 或是牲畜啦 或是你田裡出產的 樹上長的果子啊 田裡出產的荷架啦 或是今天我們所說的 獻給神的土地 都要成聖 那所以分別為聖這個詞啊 或是成聖這個詞 在本章裡面出現了十八次 十八次 所以你會看到那種強烈 因為二十七章 整個都要講奉獻 那出現了十八次 所以你可以顯出奉獻給神 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歸神為聖 歸神為聖 那奉獻給神的歸給神的 都要成為聖結 並且只能為聖結來使用 不能作為俗用 只能獻神為用 為神為用 所以當你把金錢說 這定歸給神 那個錢就是分別為聖的錢了 那所以分別為聖 你就不能把這個錢挪作他用 那是歸給神的 專屬神的 那是要從分別出來的 分別出來的 所以弟兄姊妹 無論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金錢 我們的物品 那許願獻給神 就要把他分別出來 單單歸於神 歸神為聖 所以我也再次 我們也再次的體會 那神對聖結的要求跟必要 那一方面歸神就是聖結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 為什麼歸神的就是聖結 也顯著說神對聖結的要求 因為神本來就是聖結的 所以當你體會到 當講奉獻的時候 18次講到成聖 所以我們要特別留意 當我們這些在殿裡面服侍神的人 我們更要強調歸神為聖 歸神為聖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看到的都要成聖 第二呢 講到喜年歸神 喜年歸神 他說我們要這個 到了喜年 就要歸耶和華二十一節 說但到了喜年 那地從埋族手下出來的時候 就要歸耶和華為聖 和永獻的地一樣 要歸祭司為業 那所以這裡講到 你在獻土地的時候 跟喜年有關係 因為對以色列人來講 他們對土地的所有權 還有土地的價值 是以喜年為依據 那以喜年為預計 那麼所謂以喜年為預計 就是你根據離開喜年 還有多少年來估算 如果你離開喜年還有五十年 那代表這個土地是 有完整五十年的價值 如果離開喜年剩下三十年 那你這個土地就比較沒價值了 就少就是剩下三十年的價值 那到了喜年 到了最後到了喜年以後 就要通通歸還元祖 所以你如果第四十九年要賣的話 那就是很沒有價錢了 因為只剩下一年的價值 就要還給人家了對不對 所以對以色列人來講 他們擁有土地權 還有擁有這個土地的價值 能夠拿去市場買賣的價值 那只根據喜年 根據喜年 那所以喜年是一個 你的價值還有擁有權的一個依據 那所以神也在這裡定歸 那如果獻那個土地 那個土地要歸神 在喜年的那一年都永歸耶和華 那獻給神的就要永遠歸耶和華 永遠歸耶和華 不可以輕易收回 不可以輕易收回 那我想這一段的時間我們讀許願 我們就要留意 那許願歸給神的就要屬神 我們要甘心 我們有時候我們獻的時候 或許不管如何 你覺得當時候的情況或任何原因 或許有人覺得後悔或什麼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對神的態度 許願歸給神就要歸給神 神的地不會虧待我們的 那事實上在他們的條例裡面 也有這樣的條例 雖然神不喜歡我們許了願卻反悔 可是神還是怜悯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贖悔 那就要加上五分之一的價值 那使得人不會輕易隨便許願 你隨便許願隨便毀願 那對神是一個不敬畏 表示我們對神是一個沒有信守的人 就好像所以為什麼結婚以後 不能隨便離婚 如果隨便結婚 隨便離婚都很簡單 結婚只要去登記 離婚也只要取消一下就可以了 那真的是那就好像可以很隨便 那對這個承諾是很沒有價值的承諾 等於沒有承諾一樣 那一樣的就是 所以神不喜歡我們這樣 雖然神怜悯的確有人 會有因為某一種原因 但是神還是提醒我們 做了許願就不要隨便反悔 免得我們好像成為一個對神不信實的人 我們的承諾是隨便可以改變的 好 那這就是神在這裡提醒我們的 那今天我們透過這個土地的奉獻的裡面 然後我們一起來學習兩個 第一個歸給神的都要成為聖節 都要成為聖節 那十八次上帝說要分別為聖 我們要去體會一下 我等一下給一兩分鐘 你要思想一下 這個這件事情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在你生命的裡面有哪一些部分 或是有什麼東西 你覺得你沒有分別為聖的嗎 那歸神的 那要屬神的 我們要向神回應在上帝的面前 好不好 我們也沒有第二個就是 我們有沒有哪一些許了願 我們卻沒有做到或我們反悔的 我們求主憐憫 我們要去處理這些事情 不要把這些是仍然繼續的 好像就沒有去處理它 就一直存留 一直擺在那邊 讓我們總要有一些處理 讓在神的面前有一個了結 好不好 我們今天有一點時間 來到上帝的面前